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季后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而作为赛季开始知情的独冠大人们胡人 却无缘季后赛 对于胡人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耻辱 那么没有打入季后赛的洛杉矶胡人 今下会不会冲减 目前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会开启球员大坏写模式 理由在于 除詹姆斯 农眉 威少 塔克 纳恩 加布里埃尔有合同在身外 其余都是到期合同 这是其一 其二 有合同在身不意味着不会交易 拿威少来说 15.0的个人效率值 31.6%的助攻率 负1.6J10正负值在内的 多项高级数据创生涯以来的新地 有钱在离队的球员中 要说最让我关注的就是威少了 原因有两点 利用威少能换回什么 威少离队后谁来主控球队 至于第一点 鉴于本赛季的表现不佳和大合同 想要换回油价值的球员很难 当然 大27和29年的首轮情况除外 至于第二点 按理说有詹姆斯 他应该是主控 但问题是即将38岁的年龄 我的意思是 如果长时间成为进攻的发起者 无一时极大消耗体力的 事实上 当有消息爆出不行者对威少感兴趣 愿意拿出布罗格登和希尔德时 我对这笔潜在的交易还是认同的 布罗格登生涯场均4.8次助攻 近三的赛季均至少在5.5次以上 虽够不上保罗 东泄奇这样的顶级 但也是联盟中上的水准 希尔德虽然是天三分的特点单一球员 但却很好地做到了一招先吃变点 连续四个赛季命中至少270个三分 要知道NBA球尼不过才六年 但后续消息爆出不行者要胡人在交易中加入首轮 对于加首轮这点 我是不能接受的 不是说不屑二人不值 而是指在詹姆斯韦完全提前续约下 不能再透支未来首轮了 说句难听的 你想老詹离对的话 胡人想重建连资本都没有 那么说有没有能将微少有效交易出去 我是说不搭首轮 还能换回去被一定能力空位的操作 在我看来还是有的 去年夏天 在和雷霆达到卖断后肯巴沃克 赢两年1800万签约的尼克斯 在代表尼克斯出战比赛中 沃克在场距25.6分钟下 可以得到11.6分3.0篮板3.5助攻 如果换算成每36分钟的话 将会是16.5分4.2篮板5.0助攻 可以说效率还是不错的 但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出场37场后 沃克就被西伯堵DNP了 仅没有伤病的情况下失去出场的机会 不仅如此 前者还一度被球队摆上了交易货架 也就是说尼克斯想要放弃沃克了 在尼克斯有意放弃沃克的情况下 对于胡人来说推销微少的机会来了 换言之 胡人距离沃克这位四界全民兴空位 仅一步之遥 只要尼克斯同意交易 事实上 有消息爆出尼克斯 对于微少也是感兴趣的存在 这么一看胡人还是有得谈的 在我看来以为少换沃克为主体的交易 将会是双赢的存在 对于胡人来说 尽管受限于183的身高防守相对偏弱 但进攻端的沃克可是没毛病的 以本赛季为例 无球命中率为49.5% 持球命中率为40.3% 能打无球且效率不错 意味着和詹姆斯在场即便没有球权 也能有一定发挥 在这沃克NBA生涯三分命中率36% 本赛计为36.7% 游玩定源投下意味着能够拉开空间 仅就进攻端而言 沃克一定程度下可以看成是弱化版的欧文 当然了 具备无球和三分的能力 也是现阶段的微少所不具备的 对于尼克斯来说 在已经DNP沃克的情况下 微少发挥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聊胜于无 更为重要的是 心味更浓的微少 比沃克更有商业价值 换言之一定程度下能起到卖标的效果 基于以上 从局战力角度 蒋胡人获得了增强 从商业角度 蒋尼克斯得到了提升 可以说是各局所需 那么双赢也就顺理承担了 最后 对于沃克我想说的是 即便转头胡人出现 水土不服那也没关系 毕竟合同只剩一年了 大不了名下放弃即可 关于胡人 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蓝王的消息 蓝王在本赛季的表现 令人失望至极 欧文长时间缺席 杜兰特赛季中期的受伤 哈登中途离开 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最终 季后赛首轮被横草出局 赛季只能用惨大二字来形容 而球队唯一的收获本 西蒙斯也莫名其妙地遭遇被伤 和球队的磨合不得而知 赛季结束后 蓝王总经理马克思 表示一定会在休赛七队阵容 进行一定的补强 而管理层补强的思路 就是得到一个 有任技能打球的球员 美美普遍认为 蓝王可能会拿欧文 换一些实力强劲的球员 此外 欧文和蓝王的虚约合同 依旧是棘手的问题 双方也在此出现了分歧 蓝王管理层表示 续约欧文不是问题 但是欧文必须接受 续约的负一条款 但是欧文却认为 蓝王管理层对自己缺少信任 西蒙斯付出之后 就能够解决蓝王的串联组织问题 西蒙斯生亚场均 能够送出7.7次助攻 有着出色的传球能力和事业 这样一来 蓝王也有了底气 蓝王具补强内线 近日美国知名媒体NBA分析网 就为蓝王提供了三个可信的交易方案 方案一 蓝王得到 五千围棋 帕威 公牛得到 欧文 2027年首轮签 作为典型的欧洲性中锋 五千围棋在季后赛 场均能够得到19.4分 12.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数据 除了有出色的自主进攻能力外 它有着稳定的中远头能力 场均能够命中2.6几3分 高居联盟第24位 而这也让他有着十分出色的挡拆能力 在掩护后能够内接吃饼 也能够外系给球队拉开空间 而这也是杜兰特所需要的 作为球队的第一进攻点 杜兰特需要高质量的掩护 来为他分担当防守压力 对公牛来说 拉文在休赛期大概率会选择离队 因此球队需要寻找另一名兵级得分手 来保证进攻火力 欧文就是不错的选择 他的持球单打 得分 组织能力高出拉文一个档次 方案二 七才得到 欧文 篮网得到 波尔金吉斯 联盟最适合扮演二当家的 顶级得分手 本赛季波神场均能够得到20.2分 8.1个篮板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为45.9% 3分 球命中率超过30% 且场均能够命中1.5G3分 是一名合格的空间型内线球权 虽然他的进攻状态主要取决于投篮手感 但一旦手感火热几乎就是无死角投篮 且巨大的身高优势让他在内线为所欲为 能够成为球队的内线之中 且不会过多的占用球权 对其层来说 球队目前仅有比尔一个稳定的持球后卫 导致球队在龙幻阶段的进攻很容易陷入停滞 欧盟的到来极好的弥补这一漏洞 本赛季欧文场均能够送出5.8次助攻 组织能力明显提升 方案三 步行者得到莫里斯 肯纳德 小布兰登 2022 2027和2028年首文签 快船得到欧盟 蓝网得到特马 谢尔德 对于快船来说 下载进轮纳德将满血回归 如果得到欧盟 球队将组成豪华三巨头阵容 冲击总冠军的概率也将大大提升 而步行者目前处于重建期 主要任务就是囤积选秀筹码 三个首轮牵势他们继续的资产 蓝网不强的内线 希尔德在外围的得分能力 弥补了欧文离开带来的漏洞 他那本赛季场均能够得到12.9分 7.1个篮板的数据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33.3% 是一名出色的无球得分手 虽然身高达到2米11 却能完美适应4号位的角色 蓝网也可以利用这优势组成双塔阵容 提升阵地战的进攻能力 希尔德则是联盟的顶级射手 场均能够得到15.6分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36.6% 能够提升蓝网的外线投射能力 不过综合来说 武器维奇和波尔金吉斯的硬度都不够 缺少蓝网所要求的任性 而送出欧文换来特纳和希尔德 不适为明知的选择 此外 欧文联手乔治 伦纳德必然打破西部的平衡 让西部的竞争进入白热化 对于志在争贯的蓝网也未尝不是怀事 对此 大家怎么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总筒